好,我们现在要开始上所谓的光的反射 往光的反射 反射我们前面已经有提过了 现在讲的是重点是在后面的面镜 重点是在后面的面镜成像 第一个就是反射跟反射定律 这我们教过了 好,在一个全配的房间看不到东西是因为没有光 我假设你的身体健康 身体器官一切都正常 那你能够看见东西 就是有光线进到你的眼睛 有光才看得见 如果没有光,你就看不见东西 所以如果它完全黑 你就看不见任何东西 那怎么样会有光 第一种是 它自己会发光 自己会发光 太阳 灯泡 蜡烛 它自己会发光 把光发出来,闪到你的眼睛 第二 你没有光就看不到东西 可以自己发光,或者是反射光线 那反射,讲过了 波前进撞到障碍物弹回来 这个电像叫反射,向插板得分 像打撞球一颗心,当当弹过来 那就是要做反射 波都会有反射 然后也跟你说过了 所有的反射都会遵守反射定律 所有的反射都遵守反射定律 反而定理有两点 第一点很少烤 第一点很少烤 叫做入射线反射线跟法线在同一个平面 入射线反射线在法线的两个 这个很少烤 刚才是画的图里,它画的图对不对 这个很少人问 但是下一个很爱问 下一个很爱问很爱烤 经常要用到它叫做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这个经常要用到它,这个是重点 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OK 那前面跟你讲过这很多名词 入射线反射线法线 你要懂它的名词在写什么 你的话名字在写什么 入射线就是入射坡的前进方向 入射光的前进方向 投篮擦反得分 投出去的那个球走的图就叫做入射线 入射线 然后呢 入射线就是入射坡的前进方向 入射光前进方向 那反射线呢 比如说 反射光的前进方向 反射坡的前进方向 插板得分 球丢出去那条叫做入射线 打到板子弹出来 弹出来那条路就叫做所谓的反射线 所以入射线是入射坡的前进方向 反射线是反射坡的前进方向 反射方向 那再来一个叫做法线 理化上 物理上 习惯上用法这个字代表垂直 所以法线的意思就是垂直障碍面的线 跟障碍面垂直的线 在那个打到那个点上垂直的 在那个撞到那个点上垂直的线叫做所谓的法线 这个我们前面都写过了 入射线 反射线 跟法线 反射定律低一点 入射线 反射线 跟法线 在同一个平面 入射线 反射线 在法线的两侧 那下一个就是重理 要说入射角 等于反射角 那什么叫做入射角 入射角就是 入射线 跟法线的夹角 入射线 跟法线的夹角 叫做入射角 就是上面画的一个叫入射角 那反射角就是 反射角 反射线跟法线的夹角 入射角就是 入射线跟法线的夹角 反射角就是 反射线跟法线的夹角 然后以后题目就会讨你 讨你反射角几度 或者讨你 反射线跟障碍面夹几度 或者讨你 入射线跟反射线夹几度 那你要搞得清楚 每个部阻的东西 用的原理就是 我今天教的叫做 入射角会等于反射角 还有点不错呢 就是这个三角形内角合 等于180度 这个常会用到的观想法 OK 就是用这些 三角形内角合100% 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来解决这个 大家问的一些问题啊 反射线跟障碍面夹几度啊 反射角几度啊 入射线跟反射线夹几度啊 这种问题 OK 所以请你记住 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一种反射角 要单向反射 如果这个 如果这个反射面平滑 那么你平行光照进来 大家一起盘出去 根据入射角 等于反射角 那也是会平行的出去 所以入射光进来 平行光射进来 平行光反射出去 这样叫做单向反射 又叫做镜面反射 但如果它向右手边这个图 它表面凹凸不平 它平行光射进来 就乱七八糟射出去 乱七八糟射出去 方向就不平行 但是虽然变成乱七八糟射出去 但是仍然是怎样 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还是入射角会怎样 所以虽然平行进来 乱七八糟射还是 还是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还是遵守反射定律 要慢射 两个都遵守 不管是 不管是单向反射 镜面反射也好 或者是慢射也好 都遵守反射定律 只要反射 就会遵守反射定律 那我能够看得见东西 基本上是慢射 假如我前面这位同学的脸是平滑 完全比 麻烦就大 光线从左边射进来 反射弹出去 我只能在右边的门或角度看到它 而且是亮亮的一块 那我现在能够站左边看得见你 站右边看得见你 就是因为你的光塔已经到处乱 到处乱射 所以我到处看得到 到处看得到 你的慢射的关系 慢射的关系 OK 好 停车 站接问 请问你 光头射在下列的两个表面上 谁会遵守反射定律 谁会遵守反射定律 我们的 15号 打到什么沙子啦 弧面啦 什么都要挖挖挖啦 哪一个会遵守反射定律 全部啊 请坐下 答案叫做 全部 全部都会遵守 任何反射都遵守反射定律 所有反射都遵守反射定律 OK 好 来请你算一算 入射光跟平面镜夹40度 反射之后 反射光跟入射光夹几度 好 入射光 没有我的答案 入射光跟障碍面夹40度 打到之后弹出去 请问你 入射光跟反射光 这个夹几度 老师说过了 就用什么三角形内角合180度 这里没有三角形啦 但又是用什么入射角等于 反射角就算出来啦 我知道了 OK 好 来 帅哥 帅哥 为什么 为什么 抽不到帅哥 24 自由身 27 27 几度 100度 100度 请坐下 答案 叫做 有人有问题吗 有人有问题了吗 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 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 没有问题 没有 没有 好 如果入射线是沿法线射到平面镜 反射光会怎么走 就是沿着直直的 反应是垂直的 对不对 就是说入射光垂直障碍面 反射面 垂直静止射进去 那反射光走什么路 那反射光会走什么路呢 反射光走什么路呢 好 停车战界问 男的 男的 女的 29 照原路回去 请坐下 入射角几度 零度 反射角几度 零度 所以就是沿着原路回去 只是方向会相反 本来进一块变出来 变出来 所以呢 入射光 沿法线 反射光也是怎样 沿法线 一个入射光沿法线进去 一个反射光沿法线出来 入射角等于反射角都是零度 OK 就这样 超人 有人有问题吗 不 很好 好 好 好